家价一千都买不到的黄油蟹 竟是濒临死亡的倒霉蟹 但在深圳当地 养殖黄油蟹的大多数农户 却都是在亏钱 养殖场大哥在日常巡逻时 就发现了一只倒霉蛋 由于在水中的搏斗 从这只蟹的腿部 就流出了黄色的黄油 大哥赶忙将它送入冰水中 蟹油便扩散了开来 这样能防止蟹油流失的更多 接下来这只蟹的命运 则是入锅 像这种通体都充满蟹黄的螃蟹 就是非常稀有的黄油蟹 完全不需要任何经验 只需观察青蟹的腿部 就能辨别出黄油蟹和普通高蟹的区别 黄油蟹的腿部发黄 看上去晶莹剔透 透光性也很好 要得到这种蟹和完彩票没有区别 如今却能靠人为的干预 在一般的养殖场内 工人一般都会给青蟹 食用一些丁螺 但丁螺的肉质的营养欠佳 卖出去的黄油蟹 偶尔肉质就会犯黑 养殖场也遭到了一些客户的投诉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养殖场决定用白蟹喂养黄油蟹 能极大的保证黄油蟹 所需的营养 养殖场在喂养白蟹时 并不用每天去投喂 但工人每天都会沉入水底 在水底淘一部分白蟹壳上来 每当发现白蟹肉被吃得差不多后 才开始继续投喂白蟹 除此之外 想让黄油蟹冒黄油 养殖场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要去做 这种一碰就流油的螃蟹 你绝对吃不起 在自然条件下 获得这种黄油蟹全靠天命 但在如今的养殖场内 这些螃蟹可倒了大霉了 养殖场会将池塘的中央加高 两边则会放低 在夏季的高温下 池塘中心的水温就会变高 当黄油蟹感受到高温时 就会情不自禁 往水温低的地方去钻 热胀冷缩 螃蟹的血管就会爆裂 黄油就会因此散布全身 自然条件下 青蟹一辈子要退壳8到9次 千分之一的概率下 才有可能发育出黄油蟹 像这样的鱼塘设计 能大大增加黄油蟹产出的概率 不过随着池塘中央被垫高 也会出现大量的死蟹 由于池中的水分在不断地蒸发 于是水中的盐度也在不断地上升 黄油蟹喜欢生活在低盐度的水中 盐度过高就死亡 养殖场别无选择 只能祈求老天多下雨 将鱼塘中的水分稀释 除此之外 不仅盐度会导致大量死蟹 水池中的蟹也逐渐没了蟹黄 黄油蟹就变成了空壳蟹 市面上的黄油蟹非常稀少 这些螃蟹经销商 每天都要去养殖户那里蹲守 要获得一手的黄油蟹 还要提前预定 所谓的一手黄油蟹 就是蟹膏完整黄的油蟹 看上去没有杂色 然而在市面上 销售500亿个的黄油蟹 大多都是这种油量较少的蟹 这种蟹在市场上 也被称作二手黄油蟹 除此之外 为了让青蟹爆出黄油 还需等待一个夏天 通常在两年左右 这些螃蟹才能迎来收获 周期场也是没谁了 你买黄油蟹时 养殖场一定会塞上一堆草 猫腻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家黄油蟹养殖场 养殖的上万亩黄油蟹 会在每年的7到8月迎来收获 在收获时 工人会直接一个猛子 扎入水底 上岸时 手中就抓到了一只黄油蟹 抓蟹技巧性很强 每当工人探测到水底的凹槽 八成就是黄油蟹的巢穴 捞上来的黄油蟹 就要被工人分为369等 通过黄油蟹的腿部 看泛黄的程度 就能辨别出黄油的含量 这些黄油蟹 蟹油含量通常7到9成度等 由于这家养殖场老板 想把生意做好 七成的黄油蟹 通常会被放入养殖池中继续养 养到九成为止 更多的黄油蟹 则会被工人用蟹笼直接捞起 工人也会观察这些蟹的腿部 如果出现破损 甚至漏油的情况 就卖不出价格 留着给自己吃 当螃蟹要被送上路时 工人就会用泡沫箱 将螃蟹打包好 并在其中塞一些小草 其实这并不是黑心 养殖场塞鲜杂草 目的在于 营造一个池塘边的氛围 让高端蟹更放松 除此之外 运送途中 黄油蟹也不会经过任何冷冻 这样能保证黄油蟹 拥有最好的口感 黄油蟹价格贵 但加工方法却很简单 饭店加工黄油蟹的方式 一般都是清蒸 为了让黄油蟹减轻痛苦 人们通常会将它们 放入冰水中 将它冰晕 这样就好下手 冰晕的黄油蟹 放入蒸笼中 蟹膏就会彻底固化 高端的食材 无需添加任何调料 就能入口即化 黄油蟹作为 比较稀有的一种清蟹 如今获得它们的难度 依然还是偏高 所以一只一手的黄油蟹 售价通常会在2000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高номAir